看看新闻网 就是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贾玲 近日被拍到在某节目录制现场 又是嘟嘴又犯瞌瞌睡 遥想出道至今 就没见她这么灰头土脸过 随即朋友圈流传开一份 被只是贾玲撰写的分手声明 话说这一段一连用了 五个感叹号的文字信息量有点大 首先透露自己已经恋爱并分手 其次是分手后 男女双方互相不待见 矛盾显而易见 只是发布者真的是那个先前 连恋爱消息都没影的贾玲吗 贾玲方面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 加深了这则消息的可信度 与此同时 这位神秘前男友的身份 似乎也被挖了出来 矛盾一致指向和贾玲 多有合作的模仿拍档大张伟 要说两人之间的互动 最多的还是在模仿秀的舞台上 不过舞台上的友谊 确实也延绝也延续到了生活里 2013年8月大张伟生日之际 贾玲公开送上祝福 关系不错的两个人 也曾被媒体目击深夜结伴上街 大吃一顿 其实贾玲大张伟外出当天 并非单独行动 一路上的互动也实属平常 跟普通的好友聚餐 似乎没什么大的差别 要说是情侣恐怕有些牵强 与此同时 贾玲方面也对于大张伟 就是贾玲前男友的说法 予以了否认 这个不是 所以这个就像 不过作为好友 大张伟对贾玲的择偶标准 倒是一亲二出 这一说出来 还真跟她自己不太像 我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那个特别静静的 然后戴眼镜 看上去书生气氛 很重的那种男生 对 确实是 说两句 我喜欢有才华的 然后戴眼镜呢 这么看来大张伟和贾玲 曾经相恋的消息 实在不靠谱 至于发布分手声明的 是不是贾玲 以她多年来的直肠子性格 将分手消息公布于众 这事贾玲倒也做得出来 既然对前任都吐槽过了 之后也就别拿过往 再和自己哦气了 行李大线 综合报道